- 充滿朝氣活力的表演從日本遠道而來 還有韓國傳統舞蹈 台灣燈會採接熱鬧登場未開幕暖身 市長蔣萬安對為期兩週的燈會很有信心 非常熱鬧非常好看 歡迎大家來 謝謝 不同於過去只找一大塊空地 台北市首創的都會型燈會 以國父紀念館為中心 從新一商圈松菸擴大到東區 整個腹地占180公頃 要讓大家賞燈兼逛街 走累了 肚子餓了 就在燈區旁的餐廳用餐 台北市舉辦台灣燈會 砸了五億八千四百九十四萬 交通部觀光局也編列兩億 將近八億號稱史上最高 北市府要搭這一波燈會列車 推出六大振興方案 很多都是用例行性的計畫來包裝 然後甚至是不是市府主導的計畫 他也把它放到其中來收割 所有的振興方案都會隨著時間 隨著整個局勢的改變 而有一些調整 所以有一些當然是延續的 但是在延續的過程中 我們會加入新的元素去調整做法 那符合現在產業的需求 蔣萬安透過燈會刺激消費 力求讓民眾 戀家 都有感 TVBS新聞 張家寶麗皮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會有的 譯成本 在小鈴鐺 有的